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創意理財盡在運通 打油炸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 獲利方程師 在禮拜五的期間 價錢指數中長已經上漲到了 8949點 以上漲83點作收 再差51點 價錢指數就要攻擊9000點了 我認為這個禮拜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上週你已經錯過了 多加7月7號那天 就整整6個交易的時間 其實價錢指數已經漲了將近 從最低到最高將近是400點 台子期貨已經差了一個margin 這短短這6天的時間 噴出了這400點這個行情 一個投資朋友 這個禮拜你一定要打起精神來了 因為非常明確的 這裡已經資金行情正式啟動了 資金行情是最好賺的 尤其是我們可以知道 每一次這種外資推升的行情 他都是單方向的做 就是一波把行情做完 一波就是會把行情做完 做到他認為沒有空間為止 所以如果不會操作的投資朋友來講 我認為真的一輩子只要抓對 一波行情做對就好了 尤其當禮拜五是開盤八百兩點高盤 如果你知道兩點高 搭配增量早盤預估成就量有機會千億 你會知道當天盤是格局有機會中昌宏 最多到最高到次高 甚至於我們還加碼多了一筆的 這個加碼兩筆多的台子期貨當通多單 單單是當通多單 這一筆就已經大賺125點 所以投資朋友但是他也最危險 因為有可能他不只做一波 還有做兩波的一個機會 但是越波動越好賺啦好不好 那你最後沒有安全下車一切都是假的 那怎麼做你才能賺到的錢 買在剛啟動的時候好不好 買在剛啟動的一個時候 來投資朋友我們來看這個盤四格局 在7月14號禮拜五的盤球我告訴大家說 真的一輩子只要抓對一波的行情 因為連續7月14號13號連續兩天 大盤了一個橫向震盪 可是我在7月14號的解盤 我告訴大家因為8877 第8月8866第8月 這個行情禮拜五大行情要來了 因為已經有暗號出現了 那只是用大家比較習慣聽到 用語氣跟你去解釋說 禮拜五有噴一根中長紅的機會 好 我主要的原因是說 除了期貨已經拉開遠遠的一個成本 除了多單你要續爆流倉之外 所有形態已經沒有任何壓力了 好 那麼很重要的是說 當7月14號台幣收盤升破 然後32.16的狀況之下 你要注意不只電子漲 如果連未接還7200點水準 我們還加碼一筆金融期的多單 柳長對不對 好 很可能 好 在我7月13號到7月14號 跟我會沒有預告到的 唯一最後一個落後確認的信號 就是等到看禮拜四 新台幣能不能夠呈現一個強生的走勢 好 你可以看到來 價錢指數在禮拜五的位置點的時候 好 一口氣就大漲了將近百點的價差 而且收盤已經來到8949點了 來 這是台紙期貨 一天大漲了98點 好 總之朋友 如果你可以跟著我在8470 7月12號的時間點 重壓滿艙多單進場佈局 好 這短短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收盤已經來到8911了 好 我們抓一個整數 就是8910點的話 好 同志朋友 來 440點乘以2 就是這個禮拜 第一第二筆的撥斷撥多單 一個禮拜你就狂賺了880點 6天的時間880點 成了200元就是176000元 我甚至於除了金融期的多單去留之外 我們還額外做了一筆8835的當創多單 加碼一筆 突破一個整理平台8870 市價再追第二筆 然後到8915 才把這兩筆加起來125點的多單 大賺25000元 把它獲利了解 責金指數在7月15號的收盤 一個盤是四格局 好 如同我預告 從7999點 你單單是加台積電的52點的席值 早就已經千點主升段了 那這盤到禮拜五收盤為止 有沒有敗筆勒 你可以看到溫和的進行自極一個波浪 浪潮的補量的循環 你因為量價被離去空的就被狂家空 溫和擴量 這盤是格局一直走到禮拜五為止 還是沒有任何的敗筆 那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禮拜五給我會員朋友的一個盤後稿 我說 總之沒有很可能就是這一波 如果我們這一輩子當中真的有一 可以看到加減指數陌生第五波去攻12682 當道瓊工業指數已經攻過了12682 S&P500指數已經攻了12682 也只有主升段三支三波 你才可能看到大力光 短短五天的時間噴出500塊 禮拜五也噴出漲停板 好 來 週限如同我上個禮拜跟他預告 我上個禮拜跟我所有的會員沒有預告說 我認為這個禮拜回來 會拉週限一根中長虹 好 那這一根週限的中長虹正式確認了 好的 各位朋友 已經有12個月的大底部形態 這是7月15號教宣指數的週限圖 週限如同我們預告 以大量中長虹突破下降壓力量人潮 所以這一次的五重轉折 是以大量的中長虹做一個確認 突破了12個月的大底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教給大家 我的波浪理論的別側 費波難西系數這個章節 好 我說所有交給大家 你所聽到市面上面計算的轉折方式 都是錯的 真正的轉折在上一週 那確認它跌不下去的這一週 就有機會中長虹噴出 好 因為這根黑K 往前數三週是這個黑K的轉折第一 往前數五週是這個尖尖的轉折高 這根紅K的轉折上來的一個低點 就520這個千點行情軋空起張點 是8週 13週 以及距離8000這個 8871剛好是34週的變盤轉折 好 既然確認 5重到6重的轉折確立了 它通常這種大極速的轉折 空間跟時間波後面都會走比較久 好 所以到底接下來會走多長走多久 我會依據各個類股這族群不同 適當的規劃出合理的波形 但是重點是 你在這個磐式格局剛突破成立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買買 好 否則未來一定會慌亂 你最後一定 你現在這個禮拜不買 你相信我 你最後一定會在那萬點的時候 去追那種奇奇怪怪的股票 因為怕賺不到 好 想要去賺那最後一根漲停板 你這個禮拜不買 你到這盤式格去供萬點的時候 你一定去追在那個轉折最高點 因為等到你敢買的時候 大盤就是一個反轉的一個高點 好 所以資金行情 因為你還是要提防這個行情 又反轉向下 所以有可能未來可以賺兩波 好 所以先要衝出去的做多的這一波 你先把它掌握起來 好 比如說我說這個行情轉折的一個起始點 來 這個是我在7月14號 告訴你說台幣升破32.16元 如果你可以在954點再買進 加碼買進一筆金融期 因為它的保證金只需要5萬 等於我們留了2.5筆 進行一個流暢動作 禮拜五已經收盤到1970 好 那你也只需要5萬元的保證金 你一天也單單是金融期就額外大賺1萬6千元了 好 好 在起破當中的一個部分 好 我告訴我的會員朋友說 當加權指數在禮拜五的一個盤中的波動 出現一個時刻點 好 來 你已經確定說這盤四個局 站上一個短波整理平台 三天破不下去的 資金行情台幣早上優勢 一開盤就大升一腳 你一定會在9點17分 883我就買多一筆 好 突破整理平台的時候 9點33分的時候 再加碼第二筆多單 等於禮拜五我們 跟大家預告禮拜五的那一根噴出的中場紅 好 你不只金融期 要前一天加碼多單 當天的盤四格局 你還要額外加碼 兩筆的胎子期貨 等於我所有可以運用胎子期貨資金 全部已經壓到滿倉再滿倉 已經 但是我們 單單是這一個禮拜 我們就額外多賺了三口的保證金啊 好 下個禮拜怎麼樣轉倉8月期 就是一個重點了 那一直到了12點13分的時候 8835的第一筆 8870加碼第二筆 8915獲利多少錢 好 單單是這兩筆 一天就大賺了25000元一個價差 甚至於我們還加碼898點的扣 突破了這個整理平台 剛好40點就是一個僅限的位階 好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這一輩子 好 我這幾個交易日 一直告訴大家 有時候投資朋友你 你當然每天都要很認真啦 可是有時候最關鍵就是說 在某個moment 在某一個機運 遇到某個貴人 只要做對一波行情 不論是中校東路的田產 不論是27塊錢的原油期 好 或者是當初剛掛牌的台積電 剛初心上是一個大力光 有時候真的只是 就一波行情就夠了 那如果你已經錯過了 投資朋友 那 如果你已經錯過這1340點行情了 460點的部分是已經實現 這880點是沒有實現的 這26萬 這是26萬元行情的 大力光 布局5天就噴出500塊錢的 那我已經跟所有投資朋友 預告了整整兩個月 那這種扣線就是扣給我的貴人朋友 我只是想要告訴大家 是真的要漲價 是真的要漲價 我不是 因為已經額外送給大家兩個月 兩個月之前 你會看到最近的所有的分析是 以節目移動非常 因為節目成本越來越貴 現在電視台越來越少 那劉老師已經額外送給大家 這1000點的波段了 我已經吸收了這1000點了啦 所以連我們都會沒有 我這則的扣訊是告訴大家 從下個禮拜二開始 因為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整整兩個月 所以從下個禮拜二開始 我們會費會開始調漲 所以這一個禮拜 週末的時間的電視節目 所推出的專案 就是我們恢復原教案之前的 最後一次的優惠 想要佈局的投資朋友 最後這一次的專案 你千萬不要再錯過 尤其我知道 你如果這個禮拜回來不佈局 根據波浪心理學 你一定後悔去追萬點 好不好 買在剛啟動的時候最安全 我們節目 從下個禮拜二開始 已經跟大家預告了整整兩個月 第一波 第一波漲價就已經要開始了 如果從8569的起漲點再漲滿 千點的話 未來一個操作難度更高 我們還會有第二波的調漲 只是沒有這個是 整整兩個月之前 5月18號跟你預告的 就是從這個位置點 千點軋空的噴出波段 335破裏穿頭 千點航行軋空噴出一波到底 來 你又少賺26萬了 好 短短五天的時間 又是1340點了 好 也不過是五個交易日之前 我跟大家講的 這是千點噴出的直達車 再五十點 又是九千點了 好 所以 我們週末推出的這個專案 最後一次的這個優惠的專案 直達車 好 最後一波優惠 你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這個詳細內容 你可以直接向選我的服務人員 好不好 好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好 期貨 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 靈活布局 您創富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顧 27年來 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資訊電話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盤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勝均 亞洲投顧 豐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顧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資訊電話02-2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抗爵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冥寂 選擇你的網絡 鵝排氣密窗 我這次中了很多發票 你怎麼這樣中了很多發票 因為我現在用電子發票對獎 中獎之後 他不再會寄到我信箱通知我 而且現在還增加了 無實體電子發票特別獎 但我動了很多中獎機會 如果我發票都還沒整理好 你就對好獎了 但是電子發票中獎了 怎麼就會社福團體啊 現在不用這麼麻煩 只要消費者高資店家 社福團體的愛心罵 發票 就會自動捐給他們 請慢用 好 咱們現場 這是大力光 在禮拜五公底的3430元 我是剛才跟大家預告 7月7號我們才 你怎麼可能看到大力光用90度直角這樣噴上來啦 好 我還沒有算喔 我們基本多單 第一 第二筆是在2290元買的喔 你單單只要買一張 你就已經大賺114萬 我在這個位置點擺盡的時候 我說我至少一張要幫你賺1050元 我們還沒有買到最低點喔 有沒有如同我預告 至少噴出千元 好 那確定已經等幅的測距跟第一波1700塊錢那個漆漲 好 這個測距光耗差不多滿足了 那以90度直角這樣噴出 1.618倍會不會再創歷史新高 我有沒有每一個轉折公開跟大家報告 好 這短短5天的時間喔 好 這是2317的鴻海 74塊錢公開送給大家當成母親節的禮物喔 你穩穩的也是10張賺10萬的喔 禮拜五收盤已經來到8450 一個大WD的型態即將要成型喔 好 我不曉得 郭台銘先生可不可以做到200元退休 但是你現在不布局我跟大家報告是說幾個百元跟你都沒有關係啦 我這個型態的測距最少的測量你都已經看到滿足賺錢的機會要跟上來喔 好 那鴻海如果能夠確認再走的話 會帶動更多在底部區的蘋果乾煉股 一檔一檔相當噴出喔 好 來 這是1573億元股本的中鋼喔 大力光都已經90度直角噴了1000塊錢了 你說這裡是阻碟斷 好 來 鋼鐵人1500億元股本的中鋼 都能夠短短這幾天噴出了已經來到22塊7了 連中鋼都噴給你看了 你說這個磐式格局是阻碟斷還是剛剛起漲而已 形態才突破兩個交易日 好 剛好最近中美不太平 對中鋼來講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喔 為什麼 第一個 相對有稍微有一點防禦型的態勢 第二個 貿易大戰 那越是處罰反傾銷反補貼 對於我們台灣中鋼當然是全縣市立都看待啦 好 台積電你不必太過勉強它真的已經是 超級無敵強了啦 台幣升值的初期會有點頓低 好 因為外資看到第二季只賺2.8塊錢不滿意 重點是它去反應禮拜四禮拜五 台幣連續兩天大升一腳升破了 台積電估的32.3 所以有一點點買盤會稍微有點遲疑 可是重點是單單是台積電 台積電一定是漲到最後一波的啦 我一年之前就跟他預告 如果按照中期最少的一個波段測序 好 你只要多跟我累積幾次 來 10塊錢價差賣買回來 又賺10塊錢價差賣再買回來 多累積這樣的價差 你的基本持股未來爆折 好的股票放越長賺越多 你可以賺170倍 好 你這一輩子只需要一波行情 而且 真的很難得遇到外資的期貨 多位平常多單已經到了快7萬口以上 散戶全部都還在放空 這波行情還會漲很久 那所以下個禮拜這個形態突破點 台積電路漲漲 年零八顆一個三針頭間底的頸線一個回測 當天填息4.5塊錢 11塊就已經快填一半了 這很明顯的是一個承接量行潮已經出來 重點是底部區在192 從五六百跌下來底部在192 你才差40塊 你歷史的絕對最低點還在5000點附近 你不要等到公到萬年才去追好不好 來下個禮拜有一個重點叫做7月20號的生技展 誰是最佳男主角你要挑出來了 如果可以在540塊賣一趟不是更好 這邊你要怎麼買都都專一根找你買價差 壓縮的線型的突破壓力量能潮 昨天跟前天出現了500張的自習量能潮之後 稍微補一點量自然而然就突破了 誰問是最佳男主角 那甚至於我們公開跟大家介紹的有華也噴出去了 在這裡可以佈局股票真的已經越來越多 而且還有很多股票都在歷史的絕對最低點 那投資朋友我說 其實你錯過了這26萬的一個行情 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從今天這個moment開始 你把後續的這盤式的一個大趨勢的一個行情把它掌握起來更重要 因為真的行情啟動可能短短6天的時間 你就算這邊做空做錯你現在去進行停損翻多 你都還賺得回來 不要等到萬點才去追 千萬不要等到波浪心理學所有人都看多了時間 你相信我那個位置點絕對在萬點以上了 我們T50反應該帶你避險的時候買在尖金的最低點 賣在尖金的最高點 下來破底的最低點 彈高下來這根長紅K也差一點賣到最高點 好主持朋友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好的消息是說 居然到禮拜四為止融資再創歷史新高 居然已經突破了41萬張 禮拜四當天融資還去追買12000張 那你說這個行情到底可以高到哪裡 我認為市場有一句俗言說 你真的不必要預設立場啊 好那台幣已經兩天都大升了一角多 那等於禮拜一回來如果新台幣迫不下去32.1 全線的這個主身段的平等向上調升 就是全新一波至今行情的一個啟動 好下個禮拜回來 我們的百萬變千萬的一個作戰計畫 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呢 好就是8月份有沒有辦法再去複製7月份 額外再多賺個他190點逆價差 好那可以買或者是說 也許在這一波一個月7月就已經噴出這麼多 他會不會額外再震盪又空一下 你都不用想那麼多 每天的開盤辦法都可以給你訊號 你資金比較少的 其貨我們就當充 你多累積到的資金 你再跟我去流昌做波段 然後至於股票 一波全新的大行情 好OTC禮拜五才占上130 等於這8840才剛剛占上 該噴出的股票下個禮拜五全線的表態 最重要的是12個月的大禮剛成行 剛啟動的時候 你就好好的 真的有的時候就是一輩子去抓住 一波的一個行情就好了 一輩子就是抓住一波的一個行情 咬住了一波行情 絕對不只是翻倍而已 那特殊要公開跟大家分享了這麼久 這兩個月期間我每一個摳訊每一個指令 今年我努力的方向 從新年的年初的第一天 就跟大家11集特別節目預告 要帶大家狂賺4000點 那上半年已經超標了 我還沒有去記這個7月份 這短短這6天的時間 已經國外又賺了1200點 好 沒有關係 這個都當作是送給我的會員朋友 沒有陪在大家 但是呢 從下個禮拜二開始 我們的會費就會全線挑戰 所以這一波 最後一波的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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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主 五分主 好 好 市場的長盛軍 亞洲投庫 是挑戰台北市最低價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數位高畫質影音 高收視率頻道通通有 再送數位機上和 現在就換 北都數位有限電視 0809 096 111 早鳥順辦更多優惠喔